狂倒之冤電視版最後一場賭局相當有意思 學生會會計擁有資金優勢 拉長戰線漫漫倒勝算極高 根本不必義氣用事 曬冷和女主角豪倒一局 結果遇上冤家牌而慘敗 正如上週五對衝擊今世紀大斬倉一樣 以主人翁今時今日的地位 也沒有必要大幅推高桿桿 以致淪為行業經典教材 成功基金經理必然好勝 否則也不會扭進錄音嘗試擊敗市場 加上傳媒推波助瀾 永遠只是以回報率作為表現衡量準則 所以推高風險駁回報的誘因極大 不且如果不是1997年一役曾經慘敗 可能也會一味貪性不知書 只要最終一次失手 就前功盡廢 千金難買少年窮的確有道理 而且不且長期都會親身接觸新客戶 經驗比較人性化 明白數字背後所代表 是每個人以10年計的奮鬥故事 自然比以往看重風險管控 至於武林盟主股神豐號誰屬 越來越不介意 能夠交出合理回報便可以 近期不斷強調分散投資 就是盡量利用資金上的優勢 不非得表面上反對 可視他所推崇的標普指數 根本就是打到極散500隻股票的組合 完全自我矛盾 不且所選的股票數目雖然多 但仍然遠遠低於500 照計有一定功力的話 跑贏者的基準應該不難 另外精選股票的做法 就是爭取時間上的優勢 等好公司成長 以耐性去駁回報 其實是相對上最容易的方法 可惜天下間大部分人都要趕著去發達 用各種工具推高槓桿縮短修成期 大幅削弱防守力之下 通常都捱不過一個大浪 因此股市即使長遠向上 能夠從中獲利的股民也甚少 不要誤會 投資依然要冒險 只是在過程之中要明白本身優勢所在 以及想達到的目標 不少人的錯誤是無謂地去冒過高風險 尤其是加財億萬 還是不知足上一線成名風神 入市之前 不要被貪婪推動 純粹計潛在回報 反而應該著眼在風險 只考慮可以輸得起的倒局 然後再判斷本身優勢所在 決定是否參與及下適當的注碼 我們都不是兩次去冒刀了東西 以上 done 寫下 用杏xter 快樂 快樂 刀 對 急